最近去逐艦繞行台灣海峽,跟去年的中國的遼寧號繞行台灣,是不是有這個叫囂的意味,甚至覺得互相吵醒,互相推示主權這樣子的意味呢? 我有一天從那個美國川普總統當選,然後,因為,在美國的紀錄十年來,自由派主義是比較盛行,他們認為呢,如果中國的進行,就是好得來,但是呢,他們所看到的進行結果剛好相反,看到中國有了錢之後呢, 他可能去支持美國所認為的邪惡勢力,向伊朗、北韓,然後呢,又在南韓之段的進行擴張,所以造成美國這個共和黨這個當政之後呢,因為共和黨一般來講是比較穿空,比較民主傳統的那個概念 川普當選之後呢,他所有的那個,像,關於總統,還有國家安全顧問啊,還有他的經濟顧問,都是屬於保守派,強硬派的,他們以美國利益當然是為優先啦,所以呢,他不斷地,不斷地,他找出,這個像 北韓,或者是伊朗,這個邪惡勢力,本來是希望,看看是不是中國可以,有中國出面,希望,北韓不要,不斷地,核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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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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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我所知道的資料,中國輸出到美國可能是超過3,750億美元的那個歷差 所以今天川普他當年的時候他已經講過 他希望不是自由的貿易,他希望是平等的貿易 所以他不斷地進行,這中美貿易之戰是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呢? 我現在目前還不清楚,因為他現在是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平中,中國跟美國之間平等的貿易 然後呢,在南海的軍事擴張,美國也希望能夠讓中國了解 已經威脅到菲律賓,還有菲律賓南海那邊,菲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的那個 甚至在那裏製造像那個飛彈基地啊,或者是跑飛彈的那個飛機場 所以呢,美國希望能夠出面支持一下中國南海的軍事擴張 然後當然說到台灣呢,因為台灣的民意也開始在改變 因為自從國民黨八點自政以來,因為中國化太深 所以台灣的經濟也沒有改善 然後呢,在國防上也沒有什麼改善 在外交上也都沒有什麼進展 所以這一次人民投票出來,由民進黨執政的原因 這個就是一位民意的反應 但是蔡英文還是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原因 因為他當時的理由,因為希望台灣能夠得到一個平等的地位 不希望中國化太深 所以他在這個民意的壓力之下,他不得不不承認九二共識 而且我所知道的九二共識 中國的九二共識跟台灣的九二共識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蔡英文在這一種民意的壓力之下 他就先選擇不承認九二共識 然後看後續的發展再做 看看民意的發展怎麼樣,他再做最後的決定 好,因為時間關心